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美的股份是你的 深圳广州的股份是冯信尧的 江浙护的股份是你的 北京的是他的 日本的是你的 另一个是他的 赵总 多一块披萨 什么 见鬼啊 就是他 谁呀 连个照片都没有 我以前听说有一个人 从来不出席股东大会 也不管公司的任何事物 但是奇怪 这个人就拿着这些股份很多年 我妈妈从来不向他提出任何的要求 不管怎么样 打这个电话试试 赵总 怎么了 我知道他是谁了 谁 是他 是他 你打 别打了 他绝对不会站在我妈这边的 我说是他 赵总 听着 我已经尽力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赵总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尝试一下 你 你 露西 喂 露西 你帮我查一下 去年分手旅行 那个陈平平电话 你发我一个 行 越快越好啊 喂 陈女士 您好 我是麦威的明夏 你记得吗 小夏呀 你好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我有些事 想请你帮忙 太巧了 我们俩正在喝咖啡呢 那你过来吧 我们等你 行行 那我马上过去 好嘞 一会儿见 谁啊 小夏 你快 来 谁啊 欢迎 快 早 快坐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赵先生 不 赵先生 我们查到您是兰桥国际的股东 现在正在选新的董事长 我希望您可以投刘兰芝一票 小夏 你什么时候去兰桥国际上班了 我没有 我是在帮赵丹桥 看来你们姐俩 跟这个丹桥啊 不解之语 上一次是你姐姐 这一次又是你来说服 你就那么信任丹桥 哎呀 很遗憾哪 我虽然是兰桥国际的股东 但是我一直置身事外 从不参加兰桥国际的经营管理 也不参加股东大会 所以小夏 实在对不起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 但是小夏 我跟老张生活十年了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和刘兰芝的梁子是解不开的 别说她不去参加董事会了 就算是去了 她只能给刘兰芝减分 你知道吗 我刚才已经约好了造型师 我们先走 你要想再喝什么自己给记我账上啊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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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我也想剪个头发什么的 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你真的要去啊 你不会是为了继续说服老张吧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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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证 只字不提 真的 那好 那我们就一起去吧 好 那走 哎 老张 咖啡又不喝完 哎呀 剩就剩了 走吧 多年养成了坏毛病就是改不了 走了 赵总 我观察你很久了 为什么每次你喝茶喝咖啡 都留四分之一啊 来 两位请生了 好 金云 你好 你要洗一下头发吗 我不用了吧 他们要洗完我再洗 好 那你就先随便带一下 谢谢啊 谢谢嘛 哎 好 哎呀 你需要修剪一下吗 剪就算了吧 你给我吹吹就好了 哎 张先生 嗯 你既然来的话还是修剪一下吧 这样更精神 是吗 哎呦 小夏让你修一修 你就修修吧啊 好 那 你就帮我修修吧 嗯 再等一下 茶 帮你修剪一下 好 好 你说我是平时这么贴头皮 就是 怎么弄你给它弄 对 像我吹一下吹得饱满 像这样子 就能感觉 我应该把头发拿去做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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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有急事 我给忘了 我得先走了 哎呀 小夏 你不是来改变造型了吗 咱们说走就走了 哎呦 我刚给忘了 真特别着急 那我先走了啊 不打扰你们了 拜拜 你要走了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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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张 你有没有觉得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是这样风风火火的 怎么不明白啊 不过这孩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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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干净手脚啊 一根头往里找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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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没有 这个招八皮是够变态的 这么洁癖 头发怎么就这么难找 真的是乖乖 变态干什么 你是变态吗 你突然从我身后跑出来 我变态 你一个大姑娘叫跑人家家里 还上了我的床 你才变态 你翻来翻去的 找什么东西 那个 我我我看到你们家这个床单挺好的 这个条纹 我想要看看这个什么样的条纹 我特别想买 这这真的挺好看的 是 是吗 那那我还能想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你要不要吃饭 我给你做饭 你太奇怪了 我想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 你 你太奇怪了 你太奇怪了 只是想害了 你不是办法 你觉得你这么多的回合 如果那个戒导は 我海边对的 予却有越来带 我一点 Brasil 那就是我们肯直到 我本来一遇 还说给我做晚餐 我的晚餐呢 你们家什么食材都没有 我怎么做呀 我给你叫外卖了 你自己看吧 别 好 等一下 等一下啊 别动 千万别动 排头发 一个排头发 一点点点 接着 喂 杨大哥 我这儿有两个头发样本 你帮我做一下DNA的比对 好 好 谢谢 没谢了回来了 没 妈 你爸从来不做饭 今天听说你回来了 抢着下厨房 说要给你做几个喜欢吃的菜 我去帮她 不要了 那她去做吧 来 喝点水 馨儿 来 你工作辛苦了 多吃点 对吗 馨儿 我去经浸队说明了情况 就等调查结果了 怎么了 爸帮我出去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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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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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在着急等结果呢 一定要赶在股东大会之前 不然就来不及了 一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给谁打电话呢 没谁 没谁 一个朋友 这么紧张干什么 是不是背着我干坏事了 没有 没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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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这几天都很累了 走 我带你出去兜兜风 行吧 走吧 来了 给你带了点吃的 知道外面的饭菜不合你口味 来 来 来什么好吃的 我给你做了羊羊你竟然吃了素的 是吗 对 我看看 我看看 哎呀 你说啊 这是什么事啊 为了躲避兰桥国际针锋相对的两伙人 我有家不能回 哎 吃吧 那 那 兰桥国际董事会 你准备怎么办啊 这个冯兴牙的手段啊 确实有些卑怜 但是呢 刘兰芝 她自己的失职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 为了兰桥国际未来的发展啊 刘兰芝是该退起来了 那 这么说 你准备去了 是的 兰桥国际不是刘兰芝的 应该选一个年轻的 专业的 替代的 这也是为了股东负责 也是为了广大股民负责嘛 你说是吧 是啊 还记得这里吗 我当然记得了 攒够一百架飞机在这儿许愿来着 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嗯 可能还没有吧 为什么是可能 为什么 马上就股东大会了 这样下去 我们不可能赢吧 嗯 这个和你许的愿有什么关系吗 我的愿望是 你可以幸福快乐 你觉得这次我输了会难过 当然了 你得失心这么重 要是没有兰桥的话 你不得跳楼啊 这次真的不会 很奇怪 在渐渐知道败局已定的时候 我反而越来越轻松了 可以舒展一下拳脚 做自己想做的 那这样下去的话 你就不是意望做哦 占了高和帅这两样我已经很满足了 嗯 怎么了 难道你喜欢的只是我的父吗 我有说过我喜欢你吗 不喜欢我还在留言板上写下我爱你 我就是随便乱写答啊 尽点心啊 要不要我帮你确认一下 听着 只有用心 才能看清真相 真正重要的东西用你眼睛是看不见的 干什么呀你 无无聊啊 以为自己是男主角 好了 说正经的 我不起诉了 真假啊 嗯 我知道如果虽然这个案子这么查下去的话 最后会牵扯出很多人 宁心 也是受害者 让他们做替罪养毫无疑 谢谢啊 冤枉就快要实现了 味道怎么样 再喝点 再喝点 哦 好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不对 跟你说声对不起 是 但骄傲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是妈妈这一生 最大的骄傲 还 是不是 没关系 我 没关系 他是 走了 张玛 等下 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我现在马上过来接你 请你 你好 先坐吧 哈喽 谢谢 谢谢 行 我走了 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跟你说我做错了 也说了对不起 却像什么也没说一样 因为我没有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从来没有赎罪 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也不要联系了 祝你健健康康地好好生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关于提议免除现任董事长 刘兰芝女士的提案 我们先请发起人冯锦遥先生对提案进行诊书 王总监 刘董事长住院我们非常担心 希望他早日康复 董事长住院期间 兰桥国际这个常年的机油股暴跌18% 而且前景堪忧 更可怕的是 根据这两年的财务报表增长乏力 在座的各位将要面临重大的损失 而且我们也无法给其他的股东和广大的股民一个交代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观念陈旧 决策层老化 不想今天的损失或许大家能够接受 那么未来呢 如果未来还是这样 我们还能接受 不以私利 为了公司和所有人的利益 我觉得董事长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所以必须要改变 只有改变才有未来 而这个未来 就在大家的面前 在所有的手中 谢谢 各位董事 我先在这里介绍一下刘董事长的近况 今天我们一起吃了早饭 他喝了一碗米粥 吃了个鸡蛋 他现在 语言和思维能力已经完全恢复了 每天都会看两个小时的公司报告 他托我转达各位 表示问候和歉意 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有一点 我倒是不太同意刚才冯总的一个观点 蓝桥国际的股价下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几次大的跌幅和震荡 都是出现在刘董事长出事的前后 之后就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 最近的股市行情 蓝桥国际甚至开始出现中盘反弹的迹象 这是为什么呢 决策层的稳定 股权结构的稳定 经营理念的长期坚持和贯彻 造就了今天的蓝桥 我再重申一点 蓝桥国际 不但没有失控 而是在稳定地发展 谢谢 喂 陈女士 你好 我是宁夏 请问张 不不不 请问那个赵志伟赵先生 他在哪儿您知道吗 我有急事 但是联系不上他 他呀 哦 他去蓝桥国际参加董事会了 哦 好好 谢谢啊 蓝桥国际 好 总而言之 现在时代都变了 孩子也大了 我们老人家 是不是也该休息休息了 但瞧 对吗 刘董事长刚刚病倒的时候 我曾经代表他 召集了一次全体董事会议 可惜大家没有给我这次机会 我非常地失望 也很困惑 我和麦卫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在为蓝桥国际先行一步 麦卫就是蓝桥国际的前沿和试验田 所以现在 大家既是为今天投票 更是为未来投票 等等 我想你是不是 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冯总 您大可不必这样 我想她早就人手一份了吧 原想在表决以后通知大家的 不过 现在通知也好 事情的原委各位想必都了解了 相关当事人我们已经报案 相关损失已经评估完毕 作为监管失查的责任人 刘董事长不回避责任 为了公司能够更加长久稳定地发展 提出了以下具体方案 怎么还堵车呢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许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不是坏事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我相信蓝桥国际 会越来越好 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赵叔叔 您终于来了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赵某来操受热闹 叔叔 请坐 好 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和刘董事长 相处最多的一段日子 这让我重新认识了她 她顽强 坚韧 永不言败 还有更重要的是 她包容 宽耗 曾经我也没有体会到 这个奖状 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个第二名 今天来公司之前她亲手交给我 告诉我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骄傲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 这个 这个告诉我 她记得你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仁 记得你们为她 为公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各位也看到了 今天赵志伟先生也在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些消息 是关于我母亲的绯闻 还有我的身世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不管怎么样 刘兰芝对于兰桥国际 是一位称职的董事长 对于我来说 是位敬爱的母亲 赵叔叔 您说两句吧 各位 我不会带着个人一样 我会秉公投票的 更不得了 令霞 你干吗 叫一下乔班躲到什么时候了 我先走了 不是 令霞 提案通过 刘兰芝女士 不再担任兰桥国际董事长 现在启动第二项 关于选举新董事长的业 太太 你看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王秘书 问一下情况啊 不用了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给训练师打个电话吧 该做手指的股膜训练 好的 我想说两句话 今天的股东大会啊 我不希望是一场恩怨 是一场政变 而是为了生存 为了发展 土顾纳心 是时代的更新 兰桥国际的未来 我是打心底里开心啊 你们同样的优秀 干练 有活力 充满着欲望 可以说 为了达到目的 而不择手段 公司要发展 公司要发展 就要有新的领导者 我呢 对兰桥国际的经理 还有决策 总是置身失败 但是今天 我要为公司做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贡献 选出我心中 未来的董事长 这个人就是 赵丹桥 他能忍忍 眼光看得更远 而不仅仅是 唯利是图啊 我曾经是 埋尾的顾客 他经营的这家公司啊 很有理念 对客户呢 也是真诚相待 更重要的是 他不但有坚实的 还有积极向上的团队 这说明什么了 说明他 具备了领导才能 刚才啊 他的陈述 我也看到了 你们中 你们中大多数 都是认可的 他靠的不是艰辛 而是真诚和坦率 所以 他更优秀啊 他也有不过 他也有不过 你还没有 他那么想 他也没用 奈子 我 他也有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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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结束了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来晚了 不然结果不会是这样的 那你想要什么结局 难道你不想让我接手蓝桥国际吗 天哪 成功了 我太棒了 我要谢谢你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 不用谢我 我是为了蓝桥国际的发展 之所以选你 是因为你的能力和你的才华 我是蓝桥国际的股东 我总要为股民们负责呀 张先生 这个是给您的礼物 儿子 爸爸 太太 丹桥回来了 还有 还有先生 你为何不语 又为何哭泣 是否那忧伤的旋律 勾起你的回忆 过去都已过去 都已经过去 如何才能够抚平 伤的涟漪 你为何冷漠 又为何远离 是否有太多的忧伤 攀山你的步履 寒冬去春又来 冬去春又来 这样的时光 谁也不曾经历 请抓住我的手 也在永远 你留下的那一盏灯 在无边的夜色里 静静静地抱着我 面色分离 一起看山 看大海 我和你 永相遇 我和你 永相遇 阿姨